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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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套 就这样穿 哦 我是这样穿的 体验一下穿脏装 哇好大 太长了吧这个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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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脏服里面 头上都喜欢戴那个 红香糊啊 面葱石啊那些东西 哇 拉一下 拿一下 好瘦啊我的天 我这个 我感觉这个脏装它呢 好 好 好很近了 闯过去了 他们一个人揣得过来吗 他们自己 是啊 天啊我没发现 我怎么那么瘦啊 因为我平时穿的衣服可能都穿的比较宽大 嗯 我的腰 我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难穿哦 嗯 嘿嘿嘿嘿 这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啊 不是 不是 要吧 嗯嗯 就这样 不用往上放 嗯 就这样 太好玩了 可以 小都不能再小了 关姐 嗯 这这边太细了 太细了 腰太细了 嗯 没办法重庆人就是什么 小 哎真的是 挺不错的 然后头是往上移 然后头是往上移 头是往上移 啊这样的 嗯 嗯 整套就是这样的 嗯 整套就是这样的 头是 然后是一块的 带一个 啊 把这个模特的项链 我出来戴一下 借戴一下 哇 好猴啊 红香芦 蜜辣 这个是 这应该是假的吧 假的 嗯 确实 哇 可以 看我这个藏装 哇 这个藏装好重啊 哦 居然在这个小哥这里 蹭了一个藏装穿 这个藏装看着我也不叫了 这个藏装看着我也不叫了 好重啊 他这个这是一个 哎 我还笑一点 我刚才在说 他这个是一个衬衣 这个头是已经不行了 这个头是已经带到脖子上了 这个是一个他们 脏装配的一个 项链配饰 这个有点像围裙一样的 这个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复杂 好重 这一套 哎 这个是头 头饰啊 我已经就戴不了了 头太小了 它会掉下来 然后这一套就是一整套的 藏装服装 就是现在我鞋子还没有 鞋子穿着自己的鞋子 非常的难穿 好穿好穿 而且我感觉 喘不过气 它这个腰太细了 这个腰 弄得一点紧 像这种装 它这个上衣 不是上衣 它这个里面 这个黑色的一般是羊毛 穿的这个是 雾做的 我觉得这个围裙很好看 像彩虹一样 彩虹围裙 真的很长 全部都偷到地上了 哦 原来它这个是这样的 我觉得对 你脱下来 脱下来 嗯 嗯 嗯 我这是一个群毛活动 哈哈 感觉 他们早上穿这个 感觉要穿好几分钟 不会 好像很快吧 习惯了 有些东西是习惯的 那里面都会穿这样一个衬衫吗 会穿 穿这个衬衫 这样的话就 更好看 哦 哦就是 那这个边边露出来 对 红色是比较好看 对 红色配黑色是绝配 你平时 你平时穿那个壮装吗 平时不穿 也穿 小时候穿 最想穿什么穿 哦 你穿 你穿的就是穿的这一种 哦 对啊 黑色 布的 这个是羊毛的 对啊 这羊毛的摸起来挺硬的 穿着会不 穿着没有什么感觉啊 里面还有一层 穿着没什么感觉 只是很重 很硬 很重 然后就走路说特别累 哦 哦 哎 它这个包包里面是装的什么 那边是装的钱袋的钱包 钱包 这边是一个针线盒 放那线盒笔 放那些针线 针线 然后就是钱的针包 针线盒 就这样 哇 还要放 一个男的 为什么要带针线盒 这边缝 大部分都是由收割为主嘛 嗯 然后就是在天里干活 肯定会把自己缝破呀 哦 就自己缝 这样的 羊毛的摸起来很粗糙 就有点 感觉好硬太硬了 好高啊 这么高 你们我发现藏族的都比较 普遍还是比较比较高的 矮的 矮的 还矮吗 就长度那去那边比较高 有重庆的矮吗 现在终于回来了 给你们说一下 关于那个 给我讲解奴隶组庄园 救务的那个小 那个小帅哥 他的情况 挺有意思的 他是去年才毕业的 他就算是大学生创业吧 然后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 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 就Lith Street博物馆这个地方 是他租的房子 他五千块钱一个月 就很 就一个很大的院子 那个院子呢 就是帕拉庄园 那是奴隶 工作的地方 就是当时那是奴隶 工作时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旧物 然后他那个院子的旁边呢 就是奴隶院 叫朗生院 朗生其实是印第语音译过来的 就是奴隶的意思 他这个项目相对于是政府支持的 然后支持他创业的一个项目 然后其实我很早 我大概十点多一点吧 然后我就去那边 后来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个游客 然后我跟他聊天聊了一整天 就是我下午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我才走 我从十点多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多 他那个院子叫风勤小院 那帕庄园的风勤小院 风勤小院的门票是三十块钱 他给我讲解了很多 就是花了还挺长时间去讲解的 我是他看的第一个客人 然后就讲解的也是比较仔细的 我就觉得这个小帅哥 这个小伙挺不错的 而且我跟他聊天聊了一会儿 就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他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拉帕庄园的历史 各种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然后我就给了他五十 就给他转了五十块钱 我说就我也没有多少钱嘛 我就多给你二十块钱鼓励鼓励他 那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聊到了中午 然后他聊到了中午 在他那里蹭了一顿饭吃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跟他聊天 就是什么都聊乱七八糟 什么旅游啊什么 什么藏传佛教乱七八糟什么什么 我都跟他聊 就聊天聊了藏装 然后我就顺口说一下 我说还没有穿过藏装 不知道穿出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穿 我这里有 就挺好玩的